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疯狂的父母》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男主是当年的男神尼古拉斯·凯奇 至于现在,哦吼,一言难尽啊 好了,故事开始 男主和女主是一对典型的美国中产夫妻 男主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层 妻子是一名贤惠的家庭主妇 女儿小美,今年上高二 儿子正太今年上小学 看起来这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是国内外都有个共识 那就是青春期和七岁八岁的孩子是最难管的 青春期的孩子整天怼天怼地怼父母 而七八岁的孩子则是狗都嫌弃的年纪 而男女主也正面临着这个难题 比如这天的早上,女主想让女儿放学后 陪自己去医院看望将要生孩子的妹妹 小美断然拒绝 想让小美晚上和爷奶奶一起在家吃饭 小美也断然拒绝 因为小美下了学 还要和闺蜜吸那个啥 晚上还要和男友小黑约会 哪有时间陪父母做那些家常理短的事 再来说一说小儿子正太 一大早竟然就将一只受伤的鸟 放进了男主的古董跑车里 结果鸟儿受了惊吓 躲进了排气管里死掉了 这也导致男主整个车里 都是一股腐烂的尸体味 随后送女儿上了学 女主来到了健身房念瑜伽 看着人家二十多岁姑娘曼妙的身姿 再看看自己下垂的胸部 女主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年自己也是人见人夸的大美女 现在却是个身材走样的庸俗中年妇女 连当年拼命追求自己的屌丝哥 现在对自己也是爱杂不理 想一想也真的是糟心 而同样糟心的还有男主 人到周年身材发福 皱纹越来越多 头发越来越少 压力越来越大 而收入却越来越少 来公司上班 面对一大堆销售任务量 真是欲哭无泪 男主的内心已经是无比的愤怒 但为了保持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不得不隐藏这一切 画面一转 小美正在学校上课 老师忽然接到了电话通知 说要提前放学 同学们都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而且这时外面还有警笛声响起 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走出了教室 发现所有的父母都等在了学校的外面 说是要接孩子们放学 大家也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都是高中生了 平时不是坐校车 就是开车回家 家长这是怎么了 而让大家感到更加奇怪的是 学校里来了很多的警察 拦在了学生和家长之间 不让学生出去 这时有个矮个子男孩 不顾警察的阻拦 翻越栏杆 爬出去找妈妈 没想到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男孩的妈妈竟然手持利刃 捅死了他 而旁边的家长看到学后 居然像野兽一般的 发出了低沉的怒吼 学生们此时都被吓傻了 纷纷朝着学校的操场跑去 而门外的家长变得越发的激动 全都不顾阻拦的爬过了栏杆 跑进了学校 而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 就是追杀自己家的孩子 但却不攻击别人家的孩子 一时间整个操场变成了屠宰场 家长们一个个像行尸走肉一般 指出了浑身的招数 只为要自己孩子的命 小美和闺蜜漂亮姐 因为爸妈没有来接 这才逃过了一劫 不过此时的他们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驾车来到了漂亮姐的家 通过电视 我们大概知道了情况 耳另一边 小美的男朋友小黑 因为考试早交卷 没有目睹刚才的一幕 他刚回到家中 立马就被他的爸爸打倒在地 接着小黑的爸爸 手拿碎玻璃瓶 要捅死小黑 小黑是左躲右闪 结果他的爸爸 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 被自己拿的碎玻璃瓶 给捅死了 另一边 小美和漂亮姐 打开电视 看起了新闻 想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通过新闻得知 原来整个美国 爆发了一种奇特的病毒 感染对象是所有的父母 感染后的他们 看见自己的孩子就杀 而且只是针对自己的子女 对别人就像正常人一样 小美看完后是害怕极了 这时 她听到二楼传来了 闺蜜的呼救声 赶忙跑过去查看 结果看到漂亮姐 被她的妈妈 勒死在了卧室中 漂亮姐的妈妈 还热情的和小美 打了个招呼 小美是吓得落荒而逃 恰好和小黑碰到了一起 小黑赶忙问 小美的父母都在哪里 得知他们并不在家后 赶紧拉着小美 就往家里跑 因为他们要趁父母还没有回来之前 带上弟弟郑太逃离此地 然而他们没想到 家里已经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 小美家的保姆 把自己的女儿给杀掉了 而郑太刚好目睹了这一切 吓得躲到了自己卧室的床下 随后小美找到了郑太正要走时 男主回到了家中 他在一楼遇到了小黑 刚开始 两人还能愉快的交谈 谁知这时 小美带着弟弟走下了楼 男主的眼神 一下子就冒出了杀气 飞快的朝着孩子们扑去 小黑在身后死死地拖住了男主 但被男主一拳就打晕了过去 接着男主再次扑向了孩子们 小美赶紧带着郑太躲进了地下室 而男主就像一头野兽一般 交道地在门外踹门 结果一个不小心 男主就被郑太乱扔的玩具车 给划了一跤 摔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 女主这边正在医院陪妹妹生孩子 然而孩子刚已出生 妹妹的眼睛就冒出了凶光 然后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孩子 幸亏女主及时将孩子夺了下来 并交给了医生 而此时的婴儿房外 十几个爸爸正隔着玻璃窗 死死地盯着自己刚出生的宝宝 看来这种病毒只以血缘为纽带 只要是亲身的 不管多大都要杀死 正当我们以为所有的家长都疯了时 女主却非常担心家里的两个孩子 立马开车要回家保护他们 难道就像很多丧尸电影里的主角一样 女主有天生的抗体吗 呃我们想多了 女主一回到家中 一听到孩子们的声音 马上就变成了野兽的模样 他兴奋的叫醒了昏迷的男主 见地下室的门被反锁 立马就拿出了电动万能锯 要破门而入 但男主却觉得这样太慢了 于是就跑到了自己的卧室拿枪 想隔着门给两个孩子一个漂亮的芒杀 结果却发现枪不见了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响 男主跑出去一看 发现妻子的胳膊居然中了枪 原来男主的枪早几天就被熊孩子正态 拿到地下室玩去了 不过这点小伤根本不影响女主的战斗力 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此时的女主一改庸俗无能的中年妇女形象 变得特别有智慧 女主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 把厨房的煤气管子直接插到了地下室里 然后把地下室所有的缝隙全部堵死 两个人商量着 等孩子半死不活的时候 再冲进去好好的折磨一番 小美意识到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小美先是在地下室 找到了一条通往楼上卧室的通风管道 然后用火柴盒绑上了火柴 做了一个导火索 接着小美带着弟弟爬进了通风管道 然后故意咳嗽 引女主和男主进来 男主兴奋的聚开了门锁 使劲一推门 只听轰的一声 男女主直接被炸晕了过去 但没想到的是 女主的战斗力这么强 她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然后在厨房找到了一个锤子 继续追杀两个孩子 而小美这边刚藏好了弟弟 就被妈妈给发现 母女俩在楼上楼下展开了追逐 眼看小美就要遭遇浮测 这时小黑突然出现爆竹了女主 然后和小美一起将女主塞进了大衣柜里 两人刚松了一口气 郑太却走了出来 问妈妈在哪里 小美一个没注意 女主就趁机冲出了衣柜 并一锤子将小黑砸下了楼 此时的男主也醒了过来 两口子一步步的向着孩子们逼近 在千军一发之际 门铃响了 夫妻俩这才想到 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今晚来做客 男主也没有多想 本能的去开门 谁知立刻就被他的妈妈 喷了一脸的防狼喷雾 接着男主爸就开始对男主动手 而且是下死手 郑太跑了出来为爸爸求情 男主爸看到可爱的孙子 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温柔地说道 小宝贝们 等爷爷杀了你们的爸爸妈妈 就陪你们吃晚饭 男主看到郑太再次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冲上去就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然后就出现了 爷爷要杀爸爸 爸爸要杀儿子的火爆场面 最终年富力强的男主 战掉了自己的爸妈 两口子又将目光盯上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危急关头 打不死的小黑再次站了出来 打晕了男女主 并把他们绑了起来 至于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是一部有趣的恐怖喜剧片 充满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 说到底 它就是用一种极丹的方式 表现当代中年人的艰辛和无奈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